目前雖然是春節假期 但這些醫護人員一聽到消息 就立刻趕往就在現場 戴著手套口罩 跟著救難隊員推著單架 他是慈濟仁醫會醫師高倚信 一發生地震就立即從家中趕來 今天早上6點半就聽到 師兄的一個訊息 我們就馬上 因為住在東區 所以說過來這邊很快 我們就騎摩車 因為也怕說因為開車 有的時候會對交通造成一些不方便 聽到災區內需要醫師急救 高醫師還跟救難人員爬進屋內 不僅他自動加入救人行列 在現場還遇到許多志同道合的同行 來這邊才認識的 這個是來自普隆的護理龍種 這個是來自高藏 有醫師有護理師 他們都來自不同的醫院 有的人還穿著醫院的制服 聽到消息就來 就覺得還滿能夠 可是有就出來就是還滿開心的 畢竟在災難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是很不安的 那我覺得至於可以盡多少力量 就盡多少力量 因為這個時候應該沒有再分離我了 救人是他們的天職 他們說一定責無旁貸 由一群熱血的醫護人員們 自動歸隊成了台灣最美的風景 大愛新聞真善美志工 台南綜合報導 我們在一起的 它們很快的 我們在一起的 平均